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同志们 从今天开始啊 我们都是志愿军了 说实话 我碰到我呀 没有多大的本事 确实是呢 廖华当泄风 但是呢 这个笨人呢 他是有笨法子的 打仗啊 第一条看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你敢不敢打 所以啊 我们大家呀 只要拧成一股绳 不怕强敌 敢打敢骗 那就没有什么好怕的 党中央啊 毛主席呢 这回下这个决心呢 这不容易的 所以我们这个责任重大 我们不要把这个美军呢 看得太了不起了 解放战争的时候 几百万蒋介石的部队 那不也是美式的装备吗 最终怎么样 最终呢成了我们的手下败军呢 当然 我们呢也不能轻敌啊 毕竟呢 他们现在是机械化部队 推进的速度也比我们快 所以我们必须要抢时间 各军呢和炮兵工兵后勤部队 要必须抢时间做好准备 总之啊 朝鲜战争啊 这是一场非同以往任何时候的 国际化战争 一句话 我们呢 草鞋没样 边打边香啊 下面呢 我们请谢方参谋长 给我们揭露情况 是 各位首长 我们各部 目前已经初步完成了 入朝前的准备工作 通过入朝考察 我们发现西线 有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就是交通运输 目前现有的一二级公路 到处是蛋坑 但勉强还可以通过 而三级公路呢 就根本无法通行汽车 运输只能靠罗车 马车和人力 另外 山区很多 有的地方甚至是 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 所以大规模的 大兵团作战 会有困难 另一方面 是天气 将会异常地寒冷 粮草也无法在当地解决 一切的补给 都要靠我们自己 所以说入朝之后 后勤工作 会面临巨大的考验 西风参门长 到 关于朝鲜那边的情况 你介绍得越详细越好 是 法國 全 chili亂 總統的民主, 首席 他曾被解釋 武力 Hasta 美衛 by cuerpo 耍武俄工 只能想 也許這可解決 雖然會是熟悉香港的使用 更多嫌疑的是 當時這次世界 軍手運動會刪iment 程度 總統的實力 我當然不會告訴你 在海峰上的海峰上 會被冒陌生成為了 作為戰略的戰略 我的天啊 我們希望你不把我們所有的危險 為你的小動作 沒有必要有所謂的危險 你可能會告訴他們 這是一個納稅的 mistake 總之 好 领导 你总是做的 你总是做的 我们祝福斯特兰和俄罗兰 不让我们赶紧赔 你的小错误 我们会看看 通信方面现在怎么样 电台密码方面 和亚禄江三个渡口 以及福桥的驾设情况 都写在这里面 我们为每个军 专门设置的专用密码 还有电台的配备情况 也都写在上面 谢他们长 到 如果我们现在要秘密渡江 二十五万人 利用晚上行动 你估计要几个晚上 最多三个晚上 争取两个晚上 邓华同志 到 如果从今天算起 部队需要准备多少天 才可以入朝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 现有的四个军 应该说已经基本准备就绪 当然 如果再能多个十天半个月 会准备得更加充分一些 朝鲜同志反映啊 美军现在推进的速度 是非常快的 如果我们宛入朝一天 那我们整个战线 就等于呢 向后推几十公里 我们现在是在和时间争奔夺妙 邓华同志 十天吧 是 就十天 彭总 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我们还有不分五次呢 在路上 行不起来 我估计十天的时间 恐怕不够啊 同志们啊 我们现在啊 是两条腿啊 在和敌人的四个轮子比赛 十天之内 准备二十多万人的后勤保障 这不应该有问题 彭总 我立正 不是立正 而是必须 是 保证万臣荣 是 同志们前期呢 都做了很多的准备 很辛苦 美军嘛 虽然他现在 推进的速度很快 但是呢 他们也有他们的缺点 有他们的短板 他又是分东西两线并进 可见呢 迈克阿瑟这个家伙 他是目空一切 现在最要命的呢 就是我们的武器装备 和美军比起来呀 是相差得太大了 这样一来呢 我们入朝啊 一开始呢 只能打防御战 房总 Matrix 现在美军在朝鲜整个全境 这个空袭进行的 肆虎鸡蛋 从安全的角度考虑 志愿军司令部 能不能够射到鸭绿江北 邓马同志 我不同意 作为一个指挥员不在前线 他掌握不了第一手的消息 他怎么指挥啊 您的安全 我们必须要考虑 打赢了 就不用考虑安全 仗打得不好 安全还有什么用呢 所以啊 我建议啊 指挥所不但要建在朝鲜 而且必须要建立在 朝鲜战场的最前线 同志们 守战胜利的秘诀是什么呢 隐蔽 在于呢 突然 彭总 我们已经向所有参战部队 下达了命令 复朝参战人员 一律不得暴露自己的行动和意图 否则 军队从事 好 就这么定了 товарищ 沙林 他们说是 不得暴露自己的旅行动和意图 不得暴露自己的旅行动和意图 我们可以购乱 我沒有希望你借 sich большую компенсацию 我安선 115 002 005 001 002 002 001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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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 001 002 005 003 00 holds白 states 小 vitam 1 是 dru Devi unsere亞ken Rcha 6 在沉穹水海旅,我們必須 показ表露恨 在這個時候,我相信是真誠的誠意 這也有個錯 所以,當我們只會取出現 компенсацию 我們必須快要修理所 對,極會凝囂,而雨零不停 在这些时候我们必须完全控制住 我们的情况下在香港地方 以后,这些人会不会有关的 但记得,我们的反应 和美国和美国的美国 和美国的美国在美国 咳... 對... 刀火燒火燒掉在南東北 也在這裡沒有什麼好事 也沒有什麼好 給北京也有 所以,關於部署的防復 我們還未必須 而首先,让我们解决这个支撑 好,森 Сталин 长官, Willoughby had this sent over. He's waiting outside Willoughby? Can he ever send me anything new? This report say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illoughby and would've been a miracle for his day, mom. Willoughby and would've been canceled, this past since then, the People. That's the person who's Бог. At least outside this cart is available now, and also out. Happy birthday to Alltel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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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Мы уже знаем, что вы приняли решение вести свои войска в Северную Корею. Это хорошо.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тоже хотел бы помочь корейским товарищам. Но мы уже заявили о том, что выводим наши войска из корейского полуострова. Наши солдаты не смогут участвовать в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ях. А тем более в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и с Соединенным Штатом Америки. Это может вызвать большо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конфликт. Я знаю, что вы назначили товарищи Апэндехуая командующи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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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必須要補充斥40部隊 但是我們會做這個步驟 現在我們準備好了20部隊 但是我們不能做這個步驟 我們不能做這個步驟 我們要做這個步驟 我們要做這個步驟 这我们知道我们的经验 那么战争能够更加 эффектив地使用新的武器 这实际上能够提供战争的机会 毛泽东同志这次派我来主要是向您反映我们目前的困难情况 那就是我们的空军刚刚组建 还不能立即投入战斗 关于空军的问题 对不起 俄罗兵还不够准备 我们只能够在两个月 我们可以提供您的防抬 但我们,我们的舰运动 我们不能进入阵子 要在敌人的敌人 如果我们的舰运动 能够准备射击 这可能会发生了大运动 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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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中国现在是在世界的建设 这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免医院的维俄 我们已经检查好了 我们会在上游下游三个地方打架 工兵团正在做准备工作 好啊 但是有一个情况 要考虑进去 为了防止美军飞机的 侦察和轰炸 黄昏以后过降 天亮前的停止 桥要能够迅速地撤离 次日黄昏又能快速打好 工程难度大 但是要克服 到时候一声令下 要确保二十几万大军 能够及时安全地过降 是 保证完成任务 黄总 黄总 毛主席刚刚发来电报 念 是 十月九日命令 暂步实行 十三兵团各部 仍旧原地进行训练 不要出动 请高岗 泽怀二同志 明日或后日 来京议谈 毛泽东 十月十二日 二十时 去 全都不既然 都不既然 还要接受 你们可以 黄总 高知健 好 您别 请 好 好 我放不在地 致许 大港 我可以 主席 老鹏啊 坐吧 少奇同志 老鹏啊 老鹏 老总 坐坐坐 你好 老总 出什么事了 苏联老大哥 开始是盲口答应了 他们负责空中 我们负责地面 现在我们的地面要出动了 人家老大哥的空军呢 说 没准备好 不出动了 不出动了 那怎么办 光靠我们的陆军 跟美国陆海空 联合兵种作战吗 这个结果很难预料了 至少啊 我们要付出巨大的牺牲啊 一旦战争扩大了 美军轰炸大陆 进攻沿海 国内这个敌人呢 再跟台湾遥相呼应 主席 到那个时候 我们会很被动啊 还不仅如此啊 民主资产阶级呢 已经害怕战争 一部分人早已经厌战 恐怕会引起一些动荡啊 要打呀 就必须保证能打应 不打 朝鲜很快就沦陷 再打 就更被动啊 老鹏啊 志愿军方面 你就先暂停吧 我已经告诉饶术时和陈毅 宋世伦地久兵团暂时不动 仍在原地整训 少奇啊 此事在干部及民主人事当中 不要进行新的解释 好的 安逸啊 安逸啊 来来来 你总算回来了 赶紧去劝金出席 他已经三天三夜被合眼了 今天啊 付超出长运量两倍点还没有 也没用 这个时候只有你能劝动他 你赶紧去啊 好 好 好 爸爸 爸爸 少抽点盐 来来来 赶紧喝点水 好 好 爸爸 爸爸 你是在为了出兵的事情烦恼吧 志愿军出国作战 如果没有苏联空军的配合 就会增加作战的困难 也就是说 要多死很多人 十万 二十万 人民刚刚过上好日子 这么多家庭的亲友儿女 奔赴朝鲜战场 如果他们 爸爸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帮你 但是 没有牺牲 哪来的和平 保卫新中国 不仅仅是老一辈共产党员的事情 也是我们年轻一代的责任 爸爸 只要能换来和平 我愿意马上奔赴朝鲜战场底线 我愿意马上奔赴朝鲜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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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顾撤t 就来了 爸爸 彭叔叔 你们聊 我先回去了 老鹏啊 我想什么原因 你现在也清楚了 依你的看法 这个账 还可不可以打 我觉得 可以打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 而且必须保证出战必胜 你有没有把握 有 主席 只要我们呢 现在元山 和平壤以北的大片山区 打开根据地 一举见面 南朝鲜军的几个师团 那就可以呢 先生夺人 固人心 如此朝鲜局势 就可以产生一个 有利于我们的变化 是的 总裁 我还有一个总裁的电邮 他还希望 他在15号搜索 在瓦克海岸 Well, he's quite persistent. He will travel three quarters of the way. You only need to travel one. Will you go? Chief of Staff, Do you think my old Bataan is still good enough to fly that far? Mr. Hairman! Mr. President MacArthur, telegraph back. He's saying that he will be very happy to meet you on Wake Island. But he has two conditions. What are His Majesty's conditions? One is that he wants to bring a group of journalists from Tokyo, and he also wants you to provide him a faster plane. A journalist group and a plane? Does he think that this is a meeting with two heads of states? I just don't understand why Roosevelt sent him to Tokyo in the first place. Mr. Harriman, a group of journalists is out of the question. It would send the wrong message as what major action we may or may not take in Korea. As far as a faster plane, he can have his faster plane. I have no problem with that. Yes, sir. Mr. President, McArthur is always acting like a king. If you do fly to meet him, does that mean that you admit his special status? Mr. Secretary, Did you know it's been fourteen years since MacArthur was in his own country? The world now is in a situation that is very complicated, especially the situation in the Far East. And don't you think that I as the President and he as my general? Don't you think we should meet? We have many,many ideas and many,many opinions we need to discuss. But you can recall him,or give him a mandatory order. That would be very impolite,especially since he looks like an overlord now that he landed on In Chang. But Mr. President,I have to remind you, and he is your enemy. You need to trust me. He will never be that lucky. 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報啊, 美軍第一第二第二十四十, 还有英第二十七旅, 以及南朝选軍的第一师啊, 已经抵达了汉城, 以北的三八县上的开城, 还有金川, 在这里呢, 做进攻平壤的准备。 南朝选軍的首都师, 还有第三师, 已经抵达了元山。 第六、第七、第八师, 正在向元山集中。 美军处战一师啊, 现在在汉城。 第二十五师, 在大田和水源。 美军第七师啊, 在大丘和釜山。 美军第八集团军, 现在在大田。 另外呢, 朝鲜人民军的两个师啊, 在南部受阻。 金城首相呢, 目前正在率领上能战斗的部队, 在三八县做顽强的抵抗。 从南部撤到三八县以北的, 朝鲜人民军呢, 现在有大约五万余人。 其余部队大部分都被滞留在了南。 南朝鲜, 南朝鲜军, 情况就是这样。 如果志愿军以一个军, 进至平壤东北方面, 约两百公里的山岳地区, 以其余三个军, 及三个炮兵师, 位于德川以北的西川、 乾川和江界地区, 可能会使美军和南朝鲜军有所顾忌, 停止继续前进, 使我军可以争取时间, 加紧装备训练。 如果元山平壤两地的敌军, 向北进攻德川的一区, 我军可以牵至平壤之地, 以集中主力, 尖面由元山方向来进攻的南朝鲜军。 只要尖面一两个, 或者两三个完整的南朝鲜市, 局势就大为松动了。 国军装备训练完毕, 击中优势兵力, 占领平壤、元山等地。 主席, 我们二十五万人过江的时间吗? 大约得需要三点。 过去, 我们在国内所采用的运动战, 大踏步的前进和大踏步后退, 不一定适合朝鲜战场。 因为朝鲜地面狭窄, 敌人暂时还占有某些优势, 所以要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战略战术。 明白。 主席, 彭总身边现在缺少一名合适的翻译。 之前确定的张伯恒同志担任俄语翻译, 但他现在接待大批的苏联顾问, 一时难以抽身。 不行就换个人吗? 这个人选要十分慎重。 现在啊, 咱们入朝还处于保密阶段, 所有的相关同志都应该经过证审。 如果在很短的时间内, 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 我们西北啊, 懂讹语的人不少, 部队里也有, 不行啊, 就找一个知根知顶的同志过来。 好, 我这里啊, 倒是有一个现成的人选。 主席推荐的人肯定没问题吧。 一会儿啊, 叫上我们的翻译, 一起吃顿饭, 认识一下嘛。 这个翻译, 来头可不小。 主席要请吃饭。 老总啊, 你也一起来吧。 也算是给老鹏出国作战, 践行嘛。 主席, 我可来不了。 我还要和西北西南几个局的同志, 商讨剿匪问题呢。 老鹏这一走, 西北的担子谁来挑? 主席, 你有考虑吗? 我和恩来少席商量过了。 由习仲勋同志, 全面负责西北党政军工作。 习仲勋同志在西北群众中很有威信, 能扛重任。 主席总理未雨绸缪。 老鹏你就全心全意地打你的仗去吧。 好啊, 董事令发话了。 我彭德怀不敢有半点怠慢。 彭德怀临危受命, 率部入朝作战。 中共中央决定, 由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 西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习仲勋, 主持西北局党政军全面工作。 主席啊, 您给我请的这个翻译在哪儿呢? 远在天边,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哪。 黄叔叔, 我想去部队。 去部队好, 你爸爸这是军委主席, 跟你爸爸说。 县官不是县官呀。 您是志愿军司令, 我当然要找您批准呀。 老鹏, 你不是缺一个翻译吗? 我这个儿子, 可是俄文中文, 乡谈话, 长沙话, 什么都会说呀。 主席啊, 你们这父子俩这一唱一和, 这是在将我军哪。 这叫公私监顾嘛。 主席, 阿英啊, 才从苏联回来不久, 又刚刚结婚。 我觉得啊, 还是留在国内。 搞好建设呢, 这不也是抗美援朝吗? 彭叔叔, 您可不能小看我呀。 苏联卫国战争的时候, 我当过坦克连的中尉, 我还参加过, 进军白俄罗斯, 波兰和捷克的战斗, 一直打到波林城下。 您要不信呀, 您可以到苏联去调查呀。 你这个娃娃, 你在苏联深造那么多年, 学了那么多的知识, 和先进的经验。 国内啊, 现在是最需要的, 就是你这样的人才, 留在国内帮着搞建设, 对国家的贡献这不更大了吗? 听话吧。 彭叔叔, 现在, 出兵朝鲜反对的声音很多, 做出这个决定, 是十分艰难的。 我作为中国人民的一员, 保驾卫国, 一不容辞。 我要带这个头, 带头到抗美援朝第一线去。 彭叔叔, 无论去哪儿, 我都要求下基层区医线, 就是因为,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我必须要严行合一地, 去实现我的理想和信念。 彭叔叔, 这不仅仅是, 毛泽东的儿子, 在向您请求。 更是一名, 热血的中国青年, 在向您请求。 老彭啊, 算我提案应向你求求, 带他去吧。 我说到这个份儿上, 我还能说什么呢。 安盈, 但是你啊, 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哪。 只要能当支援军去朝鲜, 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到了朝鲜, 一切, 要听我安排。 是。 您啊, 我的任务完成了。 今天这个酒, 是壮行酒。 祝你们, 齐开得上, 马到辰。 汪总, 孩子们都已经到了。 对。 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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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来了。 来来来, 我看看你们是谁。 来, 伯伯看看, 你们都叫什么名字。 我知道你, 你叫彭梅奎。 是彭金华家的姑娘, 对吗? 是。 真好, 长这么大了。 来, 说说, 你们都叫什么。 伯伯, 我叫彭正祥。 伯伯。 我叫彭爱兰。 我叫彭康志。 我叫彭康白。 好, 好啊, 好啊。 伯伯。 我叫彭玉兰。 伯伯怎么能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来, 告诉伯伯。 这两天在学校学的什么呀? 学了一首诗。 学诗。 学诗了。 来, 给伯伯背背。 伯伯, 我开始背了。 嗯。 明月初天山, 苍茫云海间, 长风几万里, 吹渡玉门关。 旱下白灯道, 胡亏青海湾, 由来征战地, 不见有人还。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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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们, 你们都来了。 可是伯伯明天就要出差了。 好。 你们想伯伯吗? 想。 伯伯也舍不得你们哪儿。 这怎么办呢。 小瓜, 到。 来, 我买的礼物都拿来。 都有份, 都有份, 不要抢。 你也有。 你也有。 给大家分一分。 给大家分分。 哦。 给你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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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hij好。 做坚持了这一条。 我预悦想。 做坚持了这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